请 谢团长 打搅了 这位是袁深先生 我的朋友 这位是公安同志 张汉超 幸会 幸会 谢团长 永林饭店的案子 我还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公安同志来谈正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没事 他只是了解情况的 没什么不能听的 张先生来是为了查案 我在这儿不太方便 谢谢袁先生 对我们工作的理解 应该的 绝对我们工作的项目 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在 我们在这儿都在 我们我们一直在 地板上 我们会有很多 而且我会有很多 价物都在 我也跟袁山提过 但是到了见面会当天 剧团里就人人都知道了 这不算是什么秘密 那那天你是一个人去的 不是 是袁山开车送我去的 他最近经常接送你吗 是啊 我原先的司机不是徐师傅吗 自从他出了市以后 就都是袁山开车送我的 谢团长跟袁先生接触时间不长 但是关系已经很亲密了 这是我的私事 谢团长 那天你是拿着这个包 去掉永留饭店了 是啊 袁山接触我这个包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想来看看剧照 不小心把包碰地上了 我没注意到 可能没有吧 谢团长 麻烦你再仔细想想 我当然想清楚了 没有就是没有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懂政治 再说了 李文雷同志也帮我甄别过的 他如果真是特务的话 那不早就看出来了 张组长 该不会是因为我之前 对你们态度不好 所以你们就故意针对我 和我身边的人吧 谢团长 你多想啊 这是我们办案的正常程序 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反正袁山不可能有问题 他那天连饭店都没进 怎么可能下毒呢 总不能是接近过我的人 都要被怀疑吧 那我那天进入饭店以后 还有一名警卫领我进的餐厅 他也算是接近过我的人呢 对了 还有一个扛着大米的男人 他也撞过我 难不成他们都是特务呀 是他主动撞到你 是啊 撞到我连包都掉地下了 谢团长 请你跟我说说 这个男人的情况 太香烟了 不我这身体 你也很厉害 太香烟了 曾经欺与 二世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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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君佳 总部如果输出 你怎么厉害 容高车 我走了 小姐您去哪儿 不用了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呢 是啊 我看你心情不好 有些不放心嘛 还真是让我烦心 集团出了事 这公安有三天了头的 找我弄了 我烦倒烦死了 我也纳门 您是宴会上受邀的嘉宾 能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啊 要真能帮他们破案 我倒也乐意配合 可他们总问一些 莫名其妙的问题 今天还问起了你的情况 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吧 我 莫名其妙 难道我也有什么 值得他们怀疑的地方 没有 也就是随口问问 对了 今天张组长突然问我 你有没有动过我的包 我想起来 你好像帮我捡起过包 本来这也没什么 不过经他这么一问啊 我反倒什么都不想说了 多一时不如少一事 省得给你添麻烦 谢谢你啊 处处替我着想 现在在他们眼里啊 好像每个接近我的人 都是特务 就连一个走路不小心 碰到我的送货员 他们都要多问几句 是吗 他们怀疑那个人有问题 谁知道 人家也只不过是 粮油公司的员工 去送几袋大米 也要被问来问去的 结果他们问了半天 也没见他们 查出什么线索来 好了 不想这些烦心事 走 我陪你逛逛 烦心 Luc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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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喂 谢一梦把你撞倒他的事 告诉了公安 如果公安找到你 一定主动把这件事交代出来 不要隐瞒 切记 来 同志 来 同志 你找谁啊 我这公安 请问蔡正兴在吗 在这儿 在这儿 帮我叫一他 好的好的 蔡正兴 有人找 蔡正兴 有人找 蔡 来了 谢谢啊 谢谢啊 这 这 怎么又是你啊 对啊 那天我已经说过了 我就是粮油公司送大米的 这怎么送 送到哪儿 这都是公司安排的 这个我知道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问一下你 关于送大米的过程 送大米还能有什么过程 就是一袋一袋送呗 一共是六袋 每一袋是一百斤 不不不不不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问的是送的过程 有什么要说的吗 送的过程 送的过程 我还撞到一个女的 这幸亏人家没有投诉 这要是投诉到公司 我是会被抠工资的 这个算不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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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那就是我